想,那我不要往生了,我在这里坐着等吧,错误的,不能打这个妄想,不能因为听了这个话来退转,无论你修什么法门,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罩,无论你修什么法门,都要努力,都要啃下功夫,而且要念念相信,不能让他有所间断, 间断就有危险性,恐怕碰到欧因缘,造了罪业,堕落,那是很麻烦,这是说到弥勒菩萨成蒙释迦牟尼佛为他设计,将来第十小节,人寿降到八万岁的时候,弥勒菩萨降三成佛,龙花三会,在龙花时候降三会说法,诸无量众, 这是佛为他设计,在弥勒三经里面有说,玄疑经第十二卷里面也有说,还有中欧汉经也曾说到,所以关于弥勒菩萨授记的事情啊,经文里面很多的, 那么乃至法法经里面都有提到,所以弥勒菩萨将来第十小节降生的佛,那么后边还有九百五十五位佛在后边, 九百九十五位佛在后边,那么那后边还有一十一小节到第二十小节,我们只说到弥勒菩萨将来降三成佛,弥勒菩萨将来降三成佛是在第十小节,人寿减到八万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世界都是净土,这个人的寿命长,这个众生都在修食上,都是清净的,那么现在是第九小节,那么在这里说清楚了,其他的地方就不必再说, 如果前面说的有不相同的地方,那可能是口误,我以今天说的为主,这是根据经论里面所说,实际情况,将来弥勒菩萨成佛是如此, 这是次补佛处,菩萨后补,后补佛的地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法灭之后,没有佛法了, 一直到第十小节,弥勒菩萨出现时间,那又有佛法在时间了,在这个时间,佛法难闻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前面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都没有佛出现时间, 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也在轮转啊,人间天上,甚至三无道也不一定在哪里轮转,根本门不到佛法,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 一直到这个第九小节才有佛,所以有说,这个玄奘三藏要到印度去修法的时候, 修法的时候,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发现有个打坐的人呢,在这个雪呆里面呢, 雪堆里面在那里打坐,就是说在这个坪顶上看到这个都是雪, 天上下了雪了,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雪里面,那个样子很像人,把雪拨开啊,果然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打坐, 是个禅师,啊,福字也很长,手指加都长,啊, 那么把雪拨开了,看他是已经入定了,那么然后拿着已经在耳朵边轻轻抄一下,啊,这个人出定了,出定第一句话就问, 是加摩尼佛出现了没有啊,哎,玄奘三藏一听, 是加摩尼佛已经入灭前一,将近两千年了,啊, 我再入定,我等米勒佛, 哎,这个马上玄奘三藏制止他,不能这样说, 你是怎么样 要等释迦牟尼佛出现呢 他说我是迦舍佛入灭以后 才跟佛出家 才出家修行 我没有见到迦舍佛 因为我想要见佛 佛出现时间的情况 我想要见 我修这个进宫 修成就啊 我就入定等他 我想等释迦牟尼佛出现时间 我就要来见释迦牟 释迦牟出现时间 没有人去告诉他 他在进宫中也不知道 结果释迦牟尼佛入灭将近两千年 他还在进宫 他想要再入定等米勒佛 神状三上说 你这样子等将来米勒佛出现时间 你照样不知道 没有用 所以可见 要见佛很不容易 这个人 加上佛入灭以后 他没有看到佛 他很懊恼 想要见释迦牟尼佛 靠进宫想见 可是他没有办法知道佛出现 一样见不到 所以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要听到佛法 谈何容易啊 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 应当要自己庆幸自己 好好的用功 修学佛法 不要让这一生功果 非常重要 后面总结的文字说 佛问远通 我于地灌死方为次 知心缘民 入圆城时 远离于他 即便地直 这无神人 思维第一 佛所问的 怎么样 在远通吗 我 地神观察 修为次观 观察死方世界 都是为时所变 为心所现 那么 由此心缘民 而正道 至心三脉 那么 由此正入 原神死心 远离于他起性 跟遍际死心 那么由此 这无神人 这个办法 最好的 思维第一 那么就是他希望 如果能够修为时观 由此入一三脉 那么由此正这个 远通 这个最好的办法 这里简单说明 这个三性 原成死性 依他起性 遍际止性 这个在维持学上 叫做三性 就是众生 执着这个 遍际止性 就遍既作执着万法 认为石油 这是众生的 我发二知 执着 这是不好的 这不知道 他都是依他而起 依原神死而起 离开原神死 这一些法都不可断 所以要正入原神死性 才是真的 在维持里面 古人用一种方法来 分析这个三性 他说好像用麻 做笋子 说麻呀 现代人恐怕也不容易听懂了 从前呢 没有这个塑胶笋子 之前 这个笋子用什么 用黄麻 有一种植物 植子的 一根植子的 是麻 黄麻 他这个皮呀 可以 把皮剥下来 可以做笋子 没有塑胶笋子之前 一般笋子都是用麻皮做的 好像这个麻 麻的当体 拿来比原神死性 把它做成笋子 打成笋子 就是依他体性 把这个笋子丢在路边 旁观的时候 这个光度不够 看起来很像蛇 爪 因为是蛇 把这个笋子看作 因为是蛇 那就是遍际子性 这个笋子 根本没有蛇性 没有蛇性 就是他没有遍际子 这个遍际子 根本是众生希望执着的 没有实体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万法 都是没有实体的东西 无自信 无实体 这就是众生的周辩际多 辩际子性 那么这个辩际子 从哪里来啊 以笋子而来 是一他其性 以笋子而误会 以为是蛇 把灯光点明一照一照 知道是笋子不是蛇 那么那个辩际子性就消失 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学佛要断烦牢 遍际子性就是众生心中 贪生是等根本烦牢 谁烦牢 乃是八万四千成牢烦牢 只要你知道他是假 当体即空 这个遍际子性消失 知道他是依他而其 笋子也没有实体 笋子是依麻而游的 离开麻痹没有笋子口的 所以依他其的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假 只有圆陈石才是真 圆陈石性是什么 就是一般平常说的 真如 佛性 众生的本来面目 这就是圆陈石性 为师 我们如果要研究为师啊 必定要 按照现在所有的 为师的经论啊 来下功夫 啊 为师 按照他所依的经论 有六经十一论 六部经十一部论 啊 内容 多数讲为师 也有专讲为师 六部经里面有两部 没有翻译 只有四部 第一是华严经 华严经里面有很多 讲为心为师的道理 啊 第二是呃 入龙切经 龙切经里面 很多为心为师的道理 第三是解身密经 专讲为师 第一是密言经 也是讲为师 这四部经是讲为师的 啊 有论有十一部 叫做六经十一论 而这个十一部论当中啊 一个是本论 欲切师地论 欲切师地论是弥勒福才说的 啊 专讲啊 文师的道理 欲切师地论有一百卷 文字很多 一百卷 啊 欲切师地论是本论 那么有十部论是知论 啊 知流 啊 所以本论里面包含的 这些论点呢 都有说到这些话 啊 那么有十部论 就是第一是白法明门论 第二大圣 大圣五运论 简称就是五运论 后来有人家注 叫做五运广论 啊 广五运论 啊 这是关于五运论方面 就是解释 四处想形式五运论 第三是显阳圣教论 显阳圣教论 呃 白法跟五运都是一卷一卷 显阳圣教论很多 二十卷 啊 显阳圣教论 现在中文的上经里面 显阳圣教论二十卷 还有十大成论三卷 十大成论由印度的菩萨解释 解释很多 有十五卷 啊 还有杂体论 欧比达摩杂体论 有十六卷 啊 这是第五 第六是变中变论 有三卷 第七 二十维时论 一卷 第八 维时三十论 维时三十论 只有一卷 但是 造成这个注解呀 叫做成维时论 成维时论有十卷 啊 召观 十卷 啊 第九 叫做大庄严经论 大庄严经论里面也讲为是 有十三卷 啊 第十 叫做分别预切论 这一部没有翻译 第十分别预切论没有翻译 但是这个解释秘经里面有一品呢 叫做分别预切品 啊 那么等于是 这个第十部的论呢 虽然论文没有来 经文里面有这么一瓶 也包含在里面了 假如要研究为师 要把这些经论呢 都好好的下翻功夫去 学习 研究啊 这个不读佛法 这个不读佛法 不知道佛法里面的微妙 如果你在佛法里面下了功夫 得到真实的受用之后啊 你会觉得太晚了 太慢才看到 如果早一点知道佛法 做好啊 世间人会学习佛法的 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 觉得太晚才看到了 如果早点看到不是更好吗 啊 但是现在发现 现在看到还不委婉呢 努力精进啊 啊 已经过去了 就已经过去了 亡者亿亿了 不去想他 那么以后 从此好好的下功夫 每天抽点时间 看些经文 学习教理 就节方面下点功夫 抽点时间 抽一